刚刚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讲了scrappy直接携带固域的方式 进行登录对不对 那scrappy除了直接携带固域之外呢 肯定也是可以发动Post的请求的对不对 那么scrappy发动Post的请求方式呢 非常简单 它有一个方法叫做form request 我们之前用的是scrappy的request 对不对 那scrappy呢还有方法叫scrappy的form request 就是专门帮助我们干什么呀 form什么意思呀 表单对不对 就是帮助我们进行表单请求的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就是个Post的请求对吧 那就是Post的请求 我们需要干什么呀 传入Post的URG纸 传入Post的数据 以及给它指定callbug 对不对 这个callbug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面这个URG纸这个数据 如果请求不管成功还是没成功 这个响应呢我交给谁处理 交给callbug这个地方处理 明白吗 就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对应的server的login 我们可以在里面做些事情 不管它成功还是没成功 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 这个网址 我们要弄一下gethub 首先这个gethub的页面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输入用户名 然后出入一个错了密码 这是专门上飞演示的一个gethub账号 大家不用去关注 上面什么也没有 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gethub session 对不对 这个URG纸是一个post的请求 对吧 那post的数据是什么呢 在下面对不对 用户名密码是不是在里面啊 说明它就是什么呀 登录了一个请求 对不对 这里面除了用户名密码之外呢 还有其他次的次段 比如commit 就是一个干帮 assery token 对不对 这次段 那这时候我们点一下perceivelog 我们再重新 请求一下这个 login这个地址 然后再重新登录一下 我们看一下哪些数据再变 哪些数据没有变 对不对 找下规律 我点错了 对的话就是session 对吧 这个请求 session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这个commit1tf-8 assery token是g6 对不对 我们看最后面这一个 commit1tf-8没变 对不对 但是assery token变了 对吧 是不是它变了呀 那这个assery token 在哪个地方呢 对吧 我们前面讲 这是发送 发送请求 对不对 那发送请求的对那参数呢 它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来 它有可能在响应里面 有可能在当前响应里面 有可能在前次的响应里面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searchoffer 是可以搜到它的 对不对 然后也有可能呢 它是通过GS生成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searchoffer 来搜一下这个assery token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上面是个GS 下面是个网页 对不对 网页里面居然都有 我们去看一下网页在哪个位置有 在哪呢 这不在这 对不对 有一个 有个什么呢 有一个 name 对于assery token 对不对 那么去看一下element 里面是不是真的有 f corner v assery token 是不是在这就有的呀 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这地方内容 和我们对的值呢 好像并不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不一样的没有关系 因为它有可能是下一次 它要进行登录这个值 对不对 明白吧 下次要登录这个值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尝试 这个assery token 可能就是它 我们只用把它取出来 就完事了 对不对 那么后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commit 那commit是不是在里面也有呢 我们可以搜一下 是不是也有的呀 它的value是不是差一净呀 然后对呢 我们的utf balance 对不对 也可以搜一下 看看有没有 是不是在这也有的 value等于勾勾 对不对 是不是都是在这里的呀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相当于我们速度是有的 我们只需要 各个post的请求 然后呢 有的地址 我们非常清楚 然后数据在哪个地方 我们也非常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请求一下它的nodee页面 对不对 session.nodee 这个页面里面肯定包含了有什么呀 也我们即将发动请求的这样一个assery token等等这些字段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新建一个partum 我们scruby叫ginspider 然后加上我们这样一个partum名 我们叫github github github 然后我们在这里来实现一下我们这个一个github的partum 首先呢 start url地址 就是nodee的那个页面 在那个页面里面呢 是有我们的想要的assery token等等那些字段的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构造一个请求 那首先呢 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去把数据提出来 就我们把post data给准备好 对不对 那post data 是什么呢 这样一个字点 对吧 那这里面我们添加建设证就好了 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要添加什么呢 要添加 比如说我们用户名 我们通过刚刚抓包 我们可以知道 用户名密码呢 它是放在 多个印和password里面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把它拿过去 就这个样子 对吧 dict 大家用过吗 dict用过吗 用过吗 用过还是没用过呀 我们来看一下ipython 我们定个a等于一个dict 比如说我们签 这样写吧 a等于10 b等于20 那么定个字点 c等于什么呢 dict a等于a b等于b 这个字眼就定义好了 那么c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就这个样子 但你看出来这是什么样的操作 操作吗 正常情况下 后面这个a就是一个变量 对不对 我们让变量放到这个a里面去 然后后面这个b呢 也是个变量 对的值 就是20 就20传给b 那么就是a是键 然后这后面这个b呢 也是一个键 对吧 那a和b对的值呢 分别是各自对的值 对不对 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可以发现呢 我们写起来的时候呢 不需要写引号 是不是非常简单呀 当我们前面定的有变量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写引号了 那当然如果大家最开始这个a不是变量 而是个字不出来的时候呢 肯定要这样写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10 20对不对 就这样的写的 那c呢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们扣去呢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创建一个字典 非常简单 a等于bcc典的形式 那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那对方还要写什么呢 还要写我们的authority token 对不对 authority token 它在它的位置 在哪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它是不是在这样一个input的标签里面 15在标签里面有个value 对不对 只要把它提出来是不是就好了呀 我们去提取一下 就是authority token 对于response 然后o Heil buzz 它的input标签 input 对吧 然后呢 at class 不对 不是class 对吧 是name 对不对 name都有assert token 所以这地方应该写name 对吧 现在大家对这个xbus的使用 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吧 熟悉吗 不熟悉 不熟悉正常的 大家都不写 那肯定是不熟悉了 对不对 VARU1 对吧 这地方assert token拿之后呢 我们还有点 extract first 对不对 然后还要获取一下 什么呀 commit 有点8 对不对 有点8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把它拿一下 他等于什么呢 response 这样xpass 也是杠杠 input标签 对吧 at name等于他 也是他的value 对不对 怎么办 写不错位置了 在这 这样extract first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commit 对不对 这个操作 是不是也是在 input的标签里面 对那value也可以拿到的 我们把它拿过来 等于response 加xpass 对吧 杠杠 input标签 然后呢 at name等于他 他的value 对不对 VARU1 加extract first 对吧 是不是拿到了呀 然后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个字段呢 全部放过来 对呢 就是他等于他 对吧 然后还有utf8 对于utf8 对的还有什么呢 commit 对于commit 是不是就写好了呀 数据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动请求了 那就是yield 一个scrappy 叫dash的r request 对对不对 是form request 对吧 这个才是一个表单请求 那一个表单请求 最起码得一个URL地址 你是往哪个URL地址 发动post的请求 对吧 URL地址就是这个样子的 把它粘定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data传过去 就是使用个form data 参数来接收 接收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post的数据 对不对 然后还是需要一个cobac cobac是什么呢 self点 比如说我们叫parse 或者叫afternogoin吧 aftrnogoin 我们定一个这样的函数 它是干什么呢 前面我们发送这个post的请求 不管成功还是没有成功 它的响应呢 都会交给afternogoin去处理 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定一个 这样afternogoin 然后response 就是post之后的响应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使用和之前方式一样 使用一下我们的正则 import一下re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r1.final 搜一下我们的用户名 前面呢 我们写正则 对不对 有可能那个 我记得我之前是大写的 是大写的 所以我这里就写了两个 都让它匹配一下 后面就是response 点 把suponse的玻璃 对不对 点D Code 是不是往以下 面筹签的 然后呢 我们print一下 print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们成绩是不是写完了呢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成绩 看下结果哈 看有没有我们的用户名搜出来了 然后加上我们的craw 加上什么呢 加上我们的github 对不对 请出了一个小几的noble password 这个之前的结构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noble password是不是写错了 PYTHONER 没写错了 为什么会有一个呢 我记得之前是一长串的 一溜很多 response the body after login get session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不是帮助我们 你访问的这个quit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 file的quit是什么样子的 它发送关于github的session的请求 quit了它然是200 refer呢是什么的 我密码写错了 你什么密码刚刚没改过来 不是这个密码 真的密码 是这个密码 那为什么它流行成功 居然还有一个noble python的 这样一个内容在里面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内容在里面呢 因为有可能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刚刚这个地方 我请求失败了 但是对于对于这个response里面 是有数据的 那怎么验证呢 那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 去干什么呢 我们还是写给错误密码 然后我们在这里 位置open 很多时候呢 对于到这种网页情况下呢 我们都可以写个 前方文件写到本地 我们在本地看一下 我们的内容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能看来会对他清楚一些 对不对 我们说w的方式写进去 保在本地之后呢 f.write 一个什么呢 response.body.decode 对吧 那待会我们还需要在这加一个 coding 不然它又会爆错 对不对 你可以的utf.8 终于跑一下 还是之前一个错密码 我们看它的错密码 它在放上pose的时候呢 就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也是一样 匹配到一个结果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是否真的有我的用户名 sign in to GitHub 真的有这样一个用户名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是在一个input的标签里面 它会自动的帮助我们把这个用户名的提 放进去 对不对 所以这是能够匹配到的 匹配到这一个 但它并不能代表我们真的成功了 因为这个地方呢 肯定是没有成功的 它相对是什么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去请求GitHub的时候呢 当我们把用户名当密码输错之后呢 对那响应里面是有我们的用户名的 对不对 它会在这个位置 这个input标签里面的 还会把我们用户名放在这 看一下嘛 就这个效果 是不是在这 它是不会把它清除掉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能批课到一个结果 但我们密码在这个地方是错的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密码改过来 还是之前有个密码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保存的这个事情呢 把它注视起来 然后重新的跑一遍 我们程序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 就全部都是我们的用户名 对不对 一坨东西在这个地方 然后前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是怎么做的 这块它也是 就是请求一下我们登陆那个页面 对不对 登陆那个页面的时候呢 对方的服务器通过set的cookie这个键 看到吗 set的cookie 我们本地设了一些cookie 就是receive的cookiefrom 就是从它呢 接到那些cookie 这个cookie是这个样子的 它把它设置到本地之后呢 它又重新请求了一下 什么呢 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它这个时候呢 send of cookie to了 不是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告诉我们 最开始是这个地方是cookie的debug信息 这个地方是引擎 传过来的什么呢 表示这个URD是请求成功了 然后之后呢 我们把前面的cookie呢 传到了这个地方来 来请求这个地址 那请求这个地址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 把cookie传进去之后 然后呢 接受到了来自于 这个地址的cookie 然后对方服务器 在此时此刻呢 给我们返回了一堆cookie的这个地方 看到吗 有这样好几条 那这个时候 要么就是成功了 要么就是没成功 对不对 那么如何判断它成功了 它这个地方有个302 对不对 302它其实非常清楚 是个redirect 然后呢 它从这样一个session 跳转到了Github的首页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它请求首页的时候呢 它也把这件cookie带上了 但之后呢 接受到了来自于 首页的cookie 然后首页cookie呢 也是在这里设置了一堆 然后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请求首页 寻求成功 对不对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档幕都有成功之后呢 我们这样一个 软件器呢 它对方服务器呢 会自动帮我们 重力一下到302的首页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一个操作呀 当我们在这登录成功 就自动重力一下到302的首页 我们看一下 自动到302到Github的首页 硬码说错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重力到首页去了 Github的come 那这个时候呢 肯定在里面 我们是有一些 有一些什么呢 有一些 我们的个人信息在里面的 至起码我们的用户名 会在里面 对不对 这是这个地方 这是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这个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通过 我们刚刚手动的发送 破锁请求的方式呢 来实现到模拟登录 Github 那么刚刚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前面讲 我们在发送破锁请求之前呢 其实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去观察一下 它的份表单 到底有没有什么呀 ActionTree的URL地址 对不对 如果它有一个ActionTree的URL地址 那我们登录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变得非常简单呢 会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这时候我们去看一下 它登录那个地方呢 到底有没有ActionTree的URL地址 在这个位置 有吗 这个份表单 找到份表单在哪里呢 是不是在这儿 刚刚不是给大家按了一下吗 这是不是有ActionTree的URL地址 那是不是我们只要找到这个URL地址 只要输入用户名 音符的标签的URL地址 以及password的那个音符的标签的密码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之前还记得我们 去寻找份表单 ActionTree的URL地址 它只能填到用户名 这个地方的内容和密码 这个地方能组成两条数据的 两个建设队的这样一个字典 是不是就完事了呀 其他内容我们都不用管 对不对 其实它有其他材料 我们都不用填 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scrapping 而且还有一个单独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是什么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自动寻找 分表单里面ActionTree的URL地址 同时呢 会把我们提交数呢 提交到这个URL地址上面 明白吗 它会自动的帮助我们寻找这个URL地址 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方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form request 它提供了另外一个方法 它提供了一个叫做 from response这个方法 form request 叫from response这个方法呢 就能够从form表单中 自动的帮助我们寻找 对呢 ActionTree的URL地址 我们只用给form data传什么呢 传用户名 用户名这是用户名对不对 用户名这个imple的标签 Lim的值作为键 Lim的值作为键 Lim在这 Login作为键 真正的用户名作为值 以及密码这个imple的标签 Lim的值作为键 Lim的值是password的 真正密码作为值 这样一个字典 传过去就好了 传过去之后呢 对应到我们的scrame 就能够帮助我们 把这个数据呢 提交到ActionTree的URL地址 意味着我们就能起求成功了 对不对 本来提交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呀 把用户名密码的 Lim的值 Lim的值作为键 之后用密码作为值 提交到这个URL地址 是不是就成功了呀 那么下面呢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尝试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重新的建一个 爬虫 scrameTreeSpider 然后呢 加上一个 像爬虫名 我们叫getHub2 getHub2 getHub2 我们看一下 getHub2 在这个位置 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需要把这个地址呢 换成之前这个地址 对不对 这是登录地址 它会从这个URL记址对它响音里面呢 自动的帮助我们去寻找我们的这样一个 response 也就是action对的URL记址 我们要的一个是graphy.com form request 然后点form response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需要把response传进去对吧 它会自动的从中寻找 分表单对你的URL记址 action的URL记址 自动 的从response中寻找 form表单 然后呢我们还要干什么呢 还要给它传form data对不对 form data呢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用户名和密码那个地方的 input标签的name的直属性 我们name找一下 一个叫做login对不对 用户名那个地方是不是叫login啊 就是这个login对不对 我们拿过来 那用户名就是这个 那么还有密码 密码是password对不对 是叫password了吧 确定一下 等一下整错了 password在这个地方 那密码呢我们也放到这栏 然后对呢也是一样 需要有一个什么样 需要有一个cobac对不对 它成功之后该怎么办 这地方还需要找个do号对不对 哪地方写错了吗 它为什么不给我提示呢 selfjar它每次不给我提示 我感觉我写错了对吧 这是太依赖这个pycharm了对不对 其实不应该的 这地方我们进一个函数叫 afterlogin f7ter after login对吧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定一下 afterlogin这个定的方式呢 其实和我们这里写的 afterlogin其实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对不对 也是一样 我们来判断一下到底成本成功 我们通过正则呢 来从中取下数据就好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import一下re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呀 然后通过这个程序的输出内容呢 我们可以观察 到底这个地方登录成功还是没有成功 我们重新跑一遍程序 看一下结果 scrapping crow githubr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有数据了呀 说明什么呢 说明前面已经成功了对不对 说明这个地方它自动的已经帮助我们从response中找到了form表单 也自动的去干什么呀 把这个数据呢提交到了action中的幼儿戒指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 它自动从response中找到form表单 如果说我一个response中有两个form表单呢 它会帮我们找哪个呢 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呀 那这个问题的话呢 也是一样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圆码 在圆码里面我们发现 就除了response之外 它其实还可以传很多其他参数 比如说form name form id form number 这些参数 看一下吧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参数呢 能够帮助我们去干什么呀 去定位 我们的这样一个form表单的位置 对不对 或者说通过xpass的方式 也是可以去定位的我们的form表单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这是getform对不对 帮助我们定位那些数据 然后呢 我们只用给它 把这参数给它传进去完事了 那这些参数呢 如果它在有多个form表单的时候呢 都是可以通过这些form来的 那如果它只有一个form表单 那当然我们就没有必要传了 它自动的就会找到那一个 对不对 这地方你明白吗 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form表它有什么id吗 没有对不对 什么什么属性都没有 因为它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它这个form表单 也是没有什么id的 对吧 那我们可以通过xpass呢 能够定位到这个form表单 如果它有多个form的时候 可以这样来做 那么此时此刻是没有必要来做的 对不对 那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相当于把刚刚所说的 scribe的三种模式登录的方式给讲完了 那么这三种模式登录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第一点 就是我们直接携带quake的方式进行登录 对不对 那直接携带quake的方式进行登录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是勾到一个字典 对不对 我们刚刚还没有讲 如果说我们把quake放到我们headers里面 会怎么样呢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现在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刚刚讲的人人网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quake字符串呢 放到我们headers里面 会如何效果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干什么呀 我们可以定一个headers headers 然后等于我们的 大小的cookies 大小的cookies 对不对 就等于我们的cookies 然后我们把它给注射起来 这样我们是不是有了一个headers 它有cookies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headers呢 放到这里来 然后headers等于headers 就这样子 这个headers里面现在是包含了cookies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 请求是怎么能成功呢 scrapping 然后呢 crow 人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是不是没有数据啊 空列表 对不对 为什么是空列表呢 说明肯定是没有渠道数据的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前面内容 这个地方呢 它最终是请求了这样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是什么网址呢 还有印象吗 这个网址还有印象吗 syshomedo 还有印象吗 没有印象 我们继续请求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当前我们请求这个网址 它直接能够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它处于一种登录的状态 cookies还在本地有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先退出一下 那么重新请下这个地址 大家看到这个地址其实就是这个地址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个地址呀 它告诉我们当前在这样一个页面 所以它是没有登录成功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相当于我们把cookies放到headers里面 它是不起效果的 所以这种方式不行的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不行 前面给大家讲过 对吧 因为它专门有个地方 专门帮助我们去放cookies 然后读的时候呢 它也会对呢 从这个餐厂里面读 想要的cookies 如果我们把cookies放到headers里面去的话呢 它是不会从中读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它是只会从这个地方读这个cookies 放到headers里面呢 和我们之前在request的模块里面呢 是稍微有些不一样的 对吧 这是关于写在cookies的方式 那么除了写在cookies的方式的话 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formal request 去发送表乱请求 对不对 发送一个请求 发送请求 其实就是一个post的请求嘛 对吧 所以后续大家如果要发送post的请求的时候呢 都是可以通过scrap it formal request来发送的 那当然呢 大家除了formal request的发送之外呢 还可以怎么发送呀 是不是我们在构造 这个yield scrap it request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有method 等于post的呀 还记得吧 你们有url 有method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给它写这些为post的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呀 然后它有剥离 对不对 就是我们请求体 对吧 就这个样子 这是两种发送post的请求的方式 那么这种呢 大家也非常好理解 就是个表乱请求 那么往往就是个post的请求 对吧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如果我们的action对那有url地址 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scrap it 帮助我们去从对应的 响应中的自动提取表单 然后找到对那action的地址 然后呢 我们定义一个form data 它就会把这个form data呢 帮助我们自动提交到 对那action的url地址上面去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能够登录成功了 对不对 这三种东西方式现在能够理解吗 能理解对不对 那么 哇 谢谢大家